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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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日記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河南魏徽和遜縣告急 村民抗洪 死守家園 廣西江山鎮爆發血腥強拆事件 營救香港勇武派 新黃雀行動參與者 甘苦談 美國首筆兒童稅收抵免金到賬 家長驚喜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近日 魏河多處決堤 目前 河南魏徽市和鶴壁市遜縣告急 部分村民仍死守家園 自力抗洪 此外 多地積水未退 截至27日上午 仍有大量求救的帖子在網上流傳 有些失去家園的災民 吃住都成問題 由於水庫大量洩洪 近日魏河多處決堤 造成金鄉、魏徽和鶴壁大量民房和農田被水淹 目前鶴壁汛線告急 截至27日上午 魏河水位還在上漲 一旦慢堤 汛線將是一片汪洋 鄰近的村民正在做最後的保衛戰 魏徽市因魏河絕堤被洪水圍困多日 截至27日上午 積水未退 房谷街水深2米多 當地村民死守保衛家園 用溝機自建土方堤 防止洪水流進村莊 缺的就是動力的東西 有的壞掉的 缺綠電 缺針子 水還沒有下去 農村的地方現在就是等水慢慢的排 用沙漫去減水 焦左市修武縣 緊鄰這次洪災的重災區新鄉市 有村民透露 當地農村同樣災情慘重 積水多日未退 吃住成問題 只能投靠親友 農作物全部淹沒 顆粒無收 村子裡死了上千頭家禽和豬 湊氣沖天 在那邊有水庫 雪紅了 我們家就在西邊 屋子裡邊進去2米吋的水 現在等於是退了 但是家裡邊還有差不多1米的水 房子也都快報廢了 裡面東西全部都沒有 人家全部淹沒了 孩子就是說現在家人沒了 他想放棄學業 截至27號上午 河南仍有大量求救的帖子在網上流傳 包括汛縣、衛灰、新密等地 其中鞏益市擬河鎮災情慘重 因為身體滑坡 道路沖毀 有幾個山村至今得不到救援 新唐人記者熊斌、黃宇寧採訪報導 廣西江山鎮的一村莊日前爆出 在6月中旬發生暴力強拆事件 有6人受傷 其中1人腦震盪 至今仍在醫院 當地民眾表示 已經發起訴訟 呼籲媒體關注 6月16號 廣西省黃城港市 黃城區江山鎮政府 潭西村委會與威壯集團公司 帶領身穿綜合執法字樣的100多人 傳入潭西村 動用鉤機、鑽機30多台 毀壞村民100多畝根地上的農作物 以及村民的自留山防風墓和自留地 過程中有6名村民被打傷 其中1名60多歲的女人被打成腦震盪 這是我們生產主的土地 建造國城外匯 和開法山拉拉幾個 傳染的中和距離 衣服的還有棺塔呀 純棺呀 這是全封武裝啊 從我們村民的大門口不改出現墻壁 法山我們6個人 一個是苗生大 女人60多歲了 當地民眾沈先生透露 事發後 村民多次向防城區政府、鎮政府、市政府反映情況 但政府置若網文 連醫藥費也不給 他們已發起訴訟 沈先生表示政府若要土地得依法賠償 但政府不給賠償 完全不管他們的死活 沈先生希望這件事能得到媒體的關注 讓更多人知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血腥強拆事件 金唐人記者程翰、陳傑、周天採訪報導 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自發起新黃雀行動以來 營救了多位逃亡美國的香港人 過程中也有許多令他們難忘的甘苦 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由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發起的新黃雀行動 曾幫助過三位勇武派人士進入美國 參與行動的民運人士鄭存柱表示 營救過程中體會到的甘苦令他印象深刻 那天也是很緊張 結果他在邊界裡遇到了黑幫 被攔住拿著槍 耽擱了將近一個多小時 當時我們就差點放棄了 我說算了 實在不先就在想其他辦法 最後一刻 黑幫還拿了一些他們身上的 把他們身上的所有的錢 就是搜走以後還是放行了 身為法律工作者的他建議 如果能選擇正常渠道 比如英國 加拿大等入境方式 就盡量避免從邊境進入 鄭存柱表示 香港畢竟有一百多年的傳統 所以面對中共禁止言論自由 香港人民一定會堅持不懈的發聲 我們也看到 無論是五年前這個雨傘運動 還是這兩年的這個反送中 這個百萬兩百多萬市民上街 也包括我們講從89年開始 這個堅持三十多年的紀念六四 就是香港人對民主自由價值觀的 這種堅持 所以我們還是相信香港的 普通的百姓 年輕人他們會用自己的辦法 來尋找一些突破口 來盡量的讓外界了解 香港發生了什麼 另外他也指出 香港本來是一國兩制的國家 能提供全世界參照 但現在共產黨反而把自己的邪惡本性 暴露給了全人類 通過香港這個案例能夠認清共產黨的本性 所以不能夠再被他的一些漂亮的謊言 漂亮的說辭所迷惑 要認清它的本性 共產主義就像新冠病毒一樣 怎麼樣認清它這個傳染性 要防止它的滲透 防止它對民主自由的根基造成一些損害吧 所以這點也是一個好處 讓西方世界通過香港這個案例 認清共產黨 對於持續發展的新黃區行動 他強調只要香港有抗爭 救援就不會停止 清唐人記者楊揚 徐秀慧 洛杉磯採訪報導 為了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 日前海外港人在洛杉磯 盛茂尼卡海灘鬧市區舉辦活動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共對新聞自由和人權的打壓 上週六 數十位海外港人和華人 在洛杉磯人來人往的聖摩尼卡鬧區展示海報和看板 同時揮舞旗幟 向行人說明香港新聞自由陨落的現況 活動主辦方洛杉磯香港論壇成員林先生表示 自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新聞自由遭受衝擊 不僅有記者遭到抓捕和起訴 還有人選擇離港或自我噤聲 移民美國十多年的港人表示 沐建港府嚴格控管言論和集會 許多同齡的港人都在考慮會已經移民 在感到心痛之餘 他將堅持以不同方式聲援香港 不少行人表示支持香港並批評中共的極權保證 中國是一個一個平台卻 立場的互動 我正在香港和自由逮捕 是香港的民主 才是一個平台卻的民主 是香港人的民主 人是香港人的民主 是香港人的民主 中國需要自由選擇 新唐人记者郭耶西李夏音 盛莫妮卡采访报道 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简讯 日本桌球神舍谁孤准 伊藤美城夺冠 AG却遭中共小粉红大闹 郑州地铁厘难着头七 围栏遮挡市民献花悼念 土尼西亚政治动乱加剧 白宫担忧表示已与该国高层联系 捷克城第三个捐赠台湾疫苗欧盟国 受到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 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延期了一年多 至今 日本仍笼罩在疫情之下 据统计 受疫情的影响 亏损额可能超过上万亿日元 日本民众认为 中共应该对奥运的损失承担责任 并做出赔偿 东京奥运会防疫成本一再增加 巨额赤字和医疗崩溃 令日本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引起日本民众向中共问责的声浪 世界が反応したということは 従来のウイルスと違うから反応したわけで 一応世界の認識としては 研究目的だったかは分からないし 兵器目的だったかは分からないけど いずれにしても人工的に作ら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ので それが漏れたということは それは北京政府の責任ですからね 当然世界のコロナに関する損害は 北京政府が一点に賠償しないと これは当然のことですね 目前因德尔塔变异株蔓延 日本感染人数再創近几个月内新高 日本民众希望中共在造成病毒大流行後 至少在道义层面表现出 愿意承認错误 弥补损失的態度 お客さんが来るということは楽しみにしてましたけど 来ないんでやっぱりその関係は なかなかお客さんが拾えないですね 間違いなく与えてるんでしょうね 言いたいです 言いたいけど絶対言うでしょ 向こう認められへんと思う あの地方国が それこそ裁判でもかけてでも ねえこんだけの損害を受けてんやお手に 何パーセントか何割かは もらうべきやと思うんやけど 東京奥运会能否办到最後 将根据日本疫情状況判断 武田教授認為 疫情防控事关重大 全球应联合問責中共 ウイルスの拡散とかね こういったひどいことが起こらないためには 世界的も有べきだし もちろん北京政府もそれに応じ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ね 東京奥运正为防疫投入更多预算 最終赤字可能打破历劫奥运的記録 新唐人日本記者站报道 2020東京奥运会 在一片質疑声中開幕 在無關中 廣告商撤走的寂寞氛围中 奧林匹克集市上演 從另一角度 讓人們在現代與歷史交錯中 近距離回顧與感受不同面貌的奧林匹克 在東京都日本橋 施丁以带 舉辦的這場前所未有的奧林匹克集市 是為了紀念2020東京奥运 以及彰顯奧林匹克對全世界的文化推進和優秀歷史 記者現在位於東京日本橋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後的建築上 已經掛滿了許多關於奥运的裝飾旗幟 另一位疫情無法進入賽場 觀賽的民眾也能感受到濃濃的奥运氣氛 由於疫情的影響 對正在進行的東京奧運 並無很高熱情的日本民眾 在這裡瞭解奧林匹克歷史 體驗歷屆奧運會的文化氣息後 對本屆東京奧運重新燃起了熱情 日本橋中央大街兩旁的建築 各種奧運彩旗迎風搖曳 Oledo是聽Teris外牆上悬挂著 從1912年到1968年的奧運海報 一夫婦懷舊的巨型海報 營造出莊重的氣氛 名為The Idris 觀眾的藝術作品 以五座年齡、性別、國籍、不同的五色雕像 表達奧運將世界聯繫在一起的重要意義 因為疫情影響無法進入會場的民眾 在這裡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奧林匹克騎士 有奧林匹克文化與遺產基金會 和日本三井不動產合作 應用日本傳統元素和各種現代視覺衝擊效果 將奧運和日本傳統文化完美融合 新唐人日本記者站東京採訪報導 河北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宋太平被調查 曾參與迫害法輪功 歡迎回來 中共紀監委週一通報 河北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太平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正在接受調查 據悉 宋太平曾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受到追查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報沒有說明 宋太平被調查的具體情況 宋太平一直在河北任職 曾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 省人事廳廳長 黨組書記 2006年11月起 任張家口市委書記 2008年1月起 任保定市委書記 2012年1月起 任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另據明慧網報導 宋太平任職期間 對河北卓州法輪功學員王剛 被迫害致死 石家莊法輪功學員邱里英遭受酷刑 被關洗腦班 以及非法判刑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正在對其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半導體高雄隊在天新戰力 日商華爾卡陸科新廠 今年10月將開始投產 華爾卡主要生產半導體 航太及能源設備 密封原件 新廠將供應半導體先進製成的 高純度化學要以內襯除草 於去年9月底動工 預計今年10月完工 路透報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高屆官員26號說 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 必須揭露中國政府干預其業務的風險 這一舉動是履行定期報告義務的一部分 今年全球航運 已經多次出現大規模中斷事件 文化船務執行長警告 近期中國以及歐洲的洪水事件 對全球航運供應鏈又是一大打擊 港口出現更多延誤 並再次推高運費 原本27號召開股東會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徐東被問到 法商加勒福或是大潤發是否有找上他 他只表示這是秘密 但有不少不賺錢的公司 希望他來併購 新唐人的電視整理報導 美國首筆兒童稅收抵免金到賬 家長驚喜 上週 許多孩子的父母 已經收到首筆兒童稅收抵免金 忽然進入銀行賬戶的數百美元 讓許多家長驚喜不已 美國稅務局將分六次發放今年的兒童稅收抵免 這是第一次按月支付的兒童稅收抵免 今年春季作為民主黨1.9萬億中共病毒紓困金的一部分 提升了兒童減免金的數額 並在今年提供總金額的一半 以幫助孩子的父母支付每個月的開支 包括住房 食物 衣服和學校用品等 然而另一半資金將在明年提交2021年稅表時獲得 年收入在5萬美元或以下的戶主 和6萬美元或者以下的聯合申報者 每個孩子的抵稅額度將達到2000美元 年收入11萬2500美元的戶主 和15萬美元的聯合申報者可獲得全額的抵稅金 之後開始逐步減少 如果家庭收入過高 單親收入超過20萬美元 已婚夫婦超過40萬美元 將無法享受該抵免 洛杉磯市消防局日前宣布 將採用新的國際搜救定位技術 以及時提供民眾緊急救援 來看報導 上週四 洛杉磯市消防局宣布 將採用Watt3Wars集成系統 用於日常民眾的救援任務中 同時也用來應對今年的野火計 尋指定位系統Watt3Wars 把世界劃分為57萬個10英尺的正方形 每個正方形都是由三個詞組成的獨特組合 搜救者通過預先設定的這三個詞語 可以獲得任意一個位置的準確導航位置 在落實為期六個月的試點過程中 消防局利用這一系統已經處理了近300起案件 還在近期成功救援了一名徒步旅行者 落實消防局分局局長維爾福爾指出 當民眾撥打911求救時 可能無法提供確切的位置 但通過Watt3Wars能在地圖上準確定位 省略搜尋步驟並快速營救 根據美國醫學會雜誌研究 在美國從呼救到救援隊伍抵達的時間約為8分鐘 而在偏遠郊區等待時間將上升至14分鐘 還有約10%的人等待時間近30分鐘 甚至在遇到火災時 若地勢崎嶇 等待救援時間還可能更長 目前Watt3Wars應用程序 已經提供iOS和安卓系統手機用戶免費下載 除了支持多種語言 在離線時也可使用 還適用於網絡不穩定的地區 新唐爾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康舟精英讚神韻 傳遞美好和希望 7月25日下午 享譽全球的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 在康舟斯坦福派雷斯劇院第三場加場演出圓滿落幕 主流精英稱讚神韻展現美好與希望 神韻演出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 以及神韻所传递的精神内涵 以令观众们震撼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党 退团退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1年7月27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3亿8101万1728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53,668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